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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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就是國家因為這樣而有改變 因為轉型正義期間跑出來的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其實我覺得非常奇怪 而且涉及太多的不正義 這個單位叫做 復聯會 復聯會是一個社團法人 還是一個財團法人 還是一個政治團體 是一個人民團體 他有沒有登記政治團體 他是以政治團體的名義來申請 所以他是以政治團體的名義來登記 在內政部登記 政治團體應該每年要申報什麼 在過去 我們為了加強政治團體的這個 大家的這個監督啊 那都有要求希望能夠 按照我們一個行政命令 把他的這個相關的結算 能夠來送給 部長應該這樣講 我們希望政治團體公開透明 所以內政部每年會要求他交 決算報告書 收支決算表 資產付債表 財產目錄 對不對 對 所有的政治團體都一樣 是 包括國民黨包括民進黨也要交 所謂的這些東西 主要的政黨有啦 但是也有很多沒有交 主要的政黨都有嘛 但是有人都沒有交 那部聯會 在這幾年 齁 從79年登記政治團體到現在 請問他有沒有交過所謂的資產付債表 有沒有交過財務報告書 有沒有交過預算報告書 有沒有 沒有 那沒有的話內政部怎麼處理 到現在的法規沒有辦法處理 你再確定一遍 是沒有錯 沒有辦法處理 是因為沒有罰則嘛 對沒有罰則 是沒有罰則還是沒辦法處理 也沒有辦法處理 可以處理 人民團體法54條講得非常清楚啊 如果他不做 你要求他做 他不做 他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撤銷啊 可以限期改善啊 可以廢止許可啊 甚至可以撤銷他的社團登記 請問內政部 從民國79年到現在 有沒有針對副聯會做過 我了解的是因為政治團體 在這個人團法裡面特別提到了 但是他是比較寬鬆的 在人團法裡面沒有罰則嘛 但是 內政部還是有手段 因為54條講得非常清楚 你可以撤銷他登記啊 內政部有沒有試過 不是 因為他是政治團體 我們現在對政治團體 他是政治團體你們就不能處理 現在政治團體我們是才是寬鬆的 我再請教 如果他是政治團體 內政部不要說撤銷他的許可 內政部有沒有要求他改善過 我們每年都有去韓要求他來 把這三年要求他改善的拿過來 因為你給我的公文不是這樣 你給我的公文是 因為沒有什麼 因為沒有罰則 所以我們無法辦理 那請問你 邏君捐的性質是什麼 他是國家稅收呢還是什麼 就是可能當年 必須用在特定用途的國家稅收對不對 那當初是用什麼樣的理由 來把 勞君捐交給 付聯會 這說實在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你們也不知道 我們可以再來講 要查 當初把勞君捐交給付聯會 處理只基於一句話 就是宋美玲說 把這個交給付聯會來處理 就交給付聯會處理了 無緣無故 人民的勞君捐 這個是人民的稅收 交給國家的 結果他民間團體可以拿來自己用 請問這34年 付聯會總共收了多少錢的勞君捐 我們的資料應該快到一千億 快到一千億 來 沒錯 來 下一個 根據統計是969億 我想第一件事情應該去釐清 設法釐清 這969億的錢 這麼多年來 用到哪裡去 是不是有用到勞君相關的用途 如果說我們現在有他的財務狀況 你能不能確保這些資料 明明白白的在交接的時候 交給未來的執政政府 可不可以 如果有的話我們會交 但是我都了解現在我們沒有 對 沒有 答案不是沒有 答案是有 2006年財政部做過這樣的調查 我們要撤查所謂的物聯會 到底壓榨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好